巴西选举法院星期一 向当选总统卢拉颁发委任状 当事人明年1月将会正式接任总统职务 那回想起自己和支持者过去几年 在寻求改革路上跌跌撞撞 甚至是因此锒铛入狱 卢拉当众留下了男儿泪 感性地说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 总算成真了 我设计划为 Quemita我相信 我习美衣生活的经浏迷 正是否已经有了 这意习我设计事文明日 卢修英国人的父亲 我设计划为东年 我设计划为人的法院 我设计划往人之就是 我设计划为何人的希望 心情激動的盧拉表示 過去吃勁的苦頭如今已經不算什麼 因為民主終於回歸人民 77歲的盧拉在10月份總統選舉中 以50.9%的得票率 陷上獲得49.1%選票的 現任總統博索納羅 新總統就職典禮定在明年1月1號舉行 本日為了要看到 並要令人數不足 請問數不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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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數不足